歡迎大家 加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中國大陸軍事實力 讓最近軍事民非常矚目的 就是一艘075動拐五行的兩棲攻擊艦 廣西艦首次的公開亮相 那麼覺得非常的吸睛 一起來聊天室 聊聊 這是根據央視軍事二十一號報導說 最近剛剛列裝不久的 兩棲攻擊艦 廣西艦呢 其實開展了基礎性的訓練 著眼未來 兩棲作戰 還有遠海作戰的需求 在某海域持續的進行 開展航行組織 損害管制等科目 那從外型上可以看到呢 這個廣西艦的閒號是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 閒號是三十二 跟之前入列的海南艦相同 同屬於大陸的075型的兩棲攻擊艦 那根據之前報導說 作為大陸自主研製的首型的兩棲攻擊艦呢 海南艦他可以搭載上是兩棲的裝甲車 多型的直升機 還有氣墊艦呢 氣墊艇 還有呢坦克裝甲車 那配有導彈 還有呢 包括了艦砲還有電子戰等等的武器系統 另外再來看到軍事名好開心的 還有什麼呢 看到就是呢 人民海軍成立七十三週年紀念日 即將到來二十三號嘛 那其實十九號的時候人民海軍官方微博呢 也發布了五部的短片 其中就來看到針對大陸海軍的五大兵種進行的介紹 像是有水面的艦艇部隊啦 還有呢潛艇部隊 還有暗防部隊 海軍陸戰隊以及呢海軍航空兵等等的 其中在介紹水面艦艇部隊當中的短片當中 出現了一艘055就是洞55型的驅逐艦的畫面 賢號來看到是104 但是還沒有公佈呢 它的艦名要叫什麼 那055型的驅逐艦是中國大陸研製的 建造第一型的萬噸級的驅逐艦 那隨著來看到賢號是104的 這一個055型的驅逐艦亮相之後呢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有四艘 就畫面中這四艘萬噸的大驅公開露面 根據大陸官方的消息來看到 2017年6月28號055型的導彈驅逐艦呢 首艦也就是來看到是南昌艦 它其實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廠 舉行了下水儀式 2020年1月12號 海軍的055型的驅逐艦 首艦南昌艦就歸艦入列的儀式 在青島的某軍港碼頭舉行了 南昌艦的入列呢 標示著大陸海軍驅逐艦 實現了由第三代邁入第四代的一個跨越 2021年3月的時候 大陸國防部就發布消息說 055的驅逐艦的拉薩艦 來看到在3月2號的時候 也正式加入了海軍的序列 當年4月23號的時候 第三艘入列的055型的驅逐艦 大連艦 它的顯號來看到 105也是首度的公開亮相了 接下來看到俄烏開戰以來 其實各界也都在看 大國誰或中美 誰是扮演大國該有的樣子 您認為一邊是像是美國拜登 不斷給烏克蘭武器 還是像習近平主席一樣的 也就是參加博鳥論壇 提出全球安全的倡議 呼籲說可以透過對話協商 還有和平方式 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跟爭端 您支持像是習主席的方式 還是拜登的論點 誰才有大國該有的樣子跟格局 來聊天室寫上您的看法 謝謝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聚焦是習主席 在參加博鳥亞洲論壇 2022年年會上開幕式 發表演講 這個題目叫做攜手迎接挑戰 合作開創未來主旨的演講 提出說全球安全倡議 強調人類其實是修妻與共的 命運共同體 各讀要堅定還有堅定的信心 同心合力和中共計 而且合作開創未來 雖然他其實沒有點名到美國 不過處處有一些弦外之音 比如說他提到了什麼樣的話呢 說國家無論大小或強弱 無論是怎麼樣呢 無論是域內或者是域外 都應該怎麼樣 應該為亞洲天才喔 天才而不應該是來添亂的 那這也是也被講說 回應美國常常來亞太來挑釋嗎 還說堅持要遵守的是聯合國 憲章宗旨還有原則 摒棄的是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 不搞集團政治還有陣營對抗 那這當然也就是被講說 在反擊美國質疑中國大陸 在烏克蘭上面的立場 也提到了說中國大陸提到說 大國應該怎麼樣 大國應該要講平等 講合作 講誠信跟講法治 展現大國的樣子 那這也是提醒美國嗎 大國該有大國的樣子吧 當今世界任何單邊主義 極端利己主義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脫鉤斷供極限施壓的行徑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搞小圈子 以意識形態劃線 挑釁對立對抗 也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們要践行共商共堅共享的 全球治理觀 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 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大國有效做出表率 帶頭講平等 講合作 講誠信 講法治 展現大國的樣子 共同促進亞洲團結 用對話合作 取代零和博弈 用開放包容 取代封閉排他 用交流互建取代唯我獨尊 這是亞洲應有的精懷和氣度 我們要鞏固東盟在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 維護兼顧各方訴求 包容各方利益的區域秩序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 無論域內域外都應該為亞洲天才而不添亂 都要共同走和平發展大道 共謀合作 共鄰大計 共闖 團結進步的 亞洲大家庭 好你也支持習主席說的話 我們也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其實習主席還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 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 永遠是不稱霸 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 而且不搞軍備的競賽 中國大陸會積極參與貿易 還有投資領域多邊的合作 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 還有相關的配套法規 繼續縮減 來看到的是外資准入的負面清單 推進的是南海自由貿易港的建設 也說到說當下世界之變 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 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開展出給人類提出了 必須要嚴肅面對的挑戰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說 越是困難的時刻 越是要堅定信心 任何艱難曲折 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 面對重重的挑戰 絕不能喪失信心 還有猶疑退縮 而是要堅定信心 激流勇進 那習主席說 衝出迷雾走向光明 最強大的力量呢 就是同心合力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合中共計 那過去兩年多呢 國際社會面對呢 像是新冠疫情的挑戰等等的啦 還有呢 這個世界的經濟的復甦發展 都做出了艱苦的努力 那困難跟挑戰進一步告訴我們呢 人類是一個休期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各國應該要順應的就是呢 像是和平 還有包括發展 合作跟共贏的時代潮流 而且呢 向著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 攜手迎接挑戰 合作開創未來 而提到了呢 我們要共同守護人類生命的健康 各國也要相互支持 加強防疫措施等等的 要堅持說疫苗其實是作為 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 確保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 還有可負擔性 大陸他說已經像呢 一百二十多個國家 還有國際組織怎麼樣 提供了超過二十一劑的疫苗 繼續呢 像非洲啦 東盟啦 分別援助了有六億劑 以及1.5億劑的疫苗 要彌合的是免疫鴻溝 做出積極的努力 另外他也提到說 我們要共同促進的是經濟復甦 要來進行的是堅持建設 開放型的世界經濟 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 而且維護全球產業鏈的供應鏈 穩定等等的 促進全球的平衡協調 包容發展 要堅定呢 要堅持用人民當作中心 要促進發展 保障民生置於突出的位置 而且呢要包括了像是呢 圍繞在減頻啊 糧食安全 發展籌資 工業化等等的領域 推動務實的合作 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然後呢要推進全球發展倡議 能夠落實 接著來看到習主席他特別說 我們要共同去維護說 世界的和平和安寧 他就提到了 冷戰思維制 會是破壞到全球的和平框架 霸權主義呢 還有強權政治 只會危害世界的和平 那集團的對抗 只會加劇二十一世紀安全挑戰 中國大陸啊願意呢 提出全球安全倡議 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性的安全觀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還有安全 堅持尊重的是各國主權還有領土完整 不干涉別國的內政 而且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 還有社會制度 堅持來看到的是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跟原則 秉棄冷戰的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 不搞集團政治 還有陣營的對抗 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的關切 而且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則 建構的是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 那習主席說 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 堅持透過的是對話協商 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跟爭端 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 這些也被講說在講的是烏克蘭的危機 他也說不能搞雙重標準 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長壁管轄 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跟非傳統領域的安全 共同應對地區爭端 還有恐怖主義 還有包括氣候變化 網路安全 生物安全等全球性的問題 這些談話都被說也是針對烏克蘭局勢提出看法 安危不耳其治 顯疑不隔其心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越是困難時刻 又要堅定信心 矛盾並不可怕 正是矛盾推動著人類社會進步 任何艰難曲折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 人類是修親永共的命運共同體 各國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 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 携手迎接挑戰 合作開創未來 中方院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議 我們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 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不干涉別國內政 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 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並起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 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 秉持安全不可分隔原則 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 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 堅持通過對話協商 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 其習主席還談到維護世界的和平 拜登則是不斷地給烏克蘭武器 拜登忙著跟所謂的盟國領袖 就來視訊 還表示說 對烏克蘭軍隊頑強的抵抗感到了驚豔 他還說烏軍比我想像的 還要更加堅強跟自豪 而且白宮也隨即表示說 拜登將會在很短時間內 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的軍事援助 有官員說這個軍員的總額 將會達到了八億美元 從二月底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軍員烏克蘭 將會超過三十億的美元 美國來看到十三號的時候 交過烏國的軍員裡面 有十八部的榴彈炮 是美國第一批交給烏軍的重型武器 國防部也另由陸軍 還有陸戰隊的軍火庫裡面 撥了大概是四萬枚的炮彈給烏國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 他就說美國會訓練烏軍 如何去使用這一些所謂的榴彈炮 訓練將會在烏國的境外來進行 此外柯比還說有一些國家已經向烏克蘭提供的戰機 不過20號的時候 柯比發表聲明的時候 他其實也已經否認了這個說法 柯比說烏克蘭獲得的是零配件 還有修理受損的戰機 而從增加戰鬥機的 而非增加戰鬥機的規模 而不是透過的是盟國提供整台的一個機器 那他有說我昨天在新聞上發布會上說 烏克蘭收到了完整的飛機 我沒有說完整這個詞 那這是我給你們的印象 是我犯錯了 他們並沒有從其他國家獲得完整的飛機 那柯比改口呢 難道是因為俄羅斯在20號成功試射了 可搭載核彈頭的薩爾瑪特洲際彈道飛彈嗎 那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丁其實不只全程的視察 還說這是俄軍發展先進武器的重大事件 宣稱他可以突破現有的現代反飛彈的防禦 那普丁說這會強化俄軍的戰鬥潛能 可靠的確保俄羅斯安全 免受於外部的威脅 也可以讓這些言辭咄咄逼人 試圖要威脅俄國的人三思而後行 我們現在聽聽看柯比是怎麼改口的 我們看到柯比講的 結結巴巴的 不只是美軍擔心 所謂俄國的軍事威脅 美國有線電視網CNN更對白宮是靈魂拷問 只是說你送去烏克蘭武器 怎麼了呢 到底去哪裡了呢 表示說真相是美國自己恐怕 也不是很清楚吧 這麼多裝備還有耗費的資金 像是落入了一個巨大的黑洞 消息人士告訴CNN 美國幾乎沒有辦法去追蹤 他大量送去烏克蘭的反坦克 防空這些相關的武器 這盲區很大程度都是由於當地缺乏 美國地面部隊 在短期內美國認為 他送去烏克蘭的數億美元的裝備 對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很重要 但是一名美國高級官員就說 這肯定是在近期衝突當中 那其實提供最大的一次供應 但是美國官員還有國防部官員都說 這樣子的風險在於你從長遠來看呢 其中有一些武器可能會落入到美國 沒有想要支援的一些其他軍備跟武裝當中 白蘭政府還有北約的國家 他們正根據烏克蘭軍隊所說的需求 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比如說像是飆槍 還有毒刺 這類所謂的很便於攜帶式的導彈 但是還有像斯洛伐克上週送去的 S-300的防空系統等等的 但是他就說提到了像是剛剛說的 標槍啦還有毒刺啦 步槍跟彈藥等等的 這些比S-300還要更難來跟蹤 因為S-300是透過鐵路的嘛 但是標槍它雖有編號啦 但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追蹤 他們到底轉移到哪裡去使用 會不會提供給 其實不想要支持的一些相關的軍隊使用呢 斯洛伐克也援引了一些美國官員來說 他們短期內真的很難去掌握 他們的相關武器到底送到了哪邊去 一起來看看 尤其是美國官員說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可以选择这一组是4公升的物化器,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可以喷2到4个小时。防疫不能等,请赶快上快点Go!